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的原油价格是大幅下跌 目前布伦特原油是报价62.33美元 下跌0.8% 比特币继续回到8000美金附近 目前上涨4.4% 黄金是轻微震荡 目前报价是1328美金 那么今天的话题主要还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全球目前金融政治比较动荡 尤其是像前段时间美国也已经走向了非常明显的美国强大的口号 那么开始打了这个全球的话的一个贸易战 那么这个在目前的社会状况里面是不是合理的呢 我们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理论里面 马克思曾经说过 当无产阶级被剥削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就开始用脚投票了 我们目前看到的全球世界的选民给到的一个信号 就是差不多是类似的一个情况 包括英国脱欧 美国特朗普上台 甚至呢澳洲也是差一点点 我们的资产价格就会大幅缩水 那么还好我们是自由党 目前是在任 所以说呢全球发达国家也好 发展中国家也好 都面临着同样的类似的问题 就是本国的矛盾比较严重 那么如何缓解本国的内部矛盾 那么很多国家选择的就是我们说的祸水冬业 把本国内部矛盾转为国际矛盾 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呢 都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也是符合我们说的一些 包括物理学的一些逻辑 我们曾经都学过商的这个扩散 我们说举个例子 本来咱们家里都很整齐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也不知道怎么了 家里就越来越乱 那么经常要收拾 社会也是这样的 政治也是这样的 我们都需要经常的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最近一个表现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东南亚一些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 曾经是欢迎发达国家的一些垃圾倾销的 比方说我们澳大利亚 那么垃圾呢 基本上全都是运到马来西亚 菲律宾 中国去进行回收利用的 但是现在呢 不仅仅是澳洲这些发达国家 有了环境保护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那么在这些发达国家里面 也出现了经济利益和环境保护相矛盾的情况 那么这些新兴国家呢 同样选择牺牲经济发展 而维护环境保护 那么在之后的一些格局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澳大利亚不得不自己进行垃圾回收处理 所以说呢 这些啊 由国家之间的矛盾 而研发出来了一些比较冷门的投资产品 或者是股票类的投资呢 我们就需要在加在未来啊 得以关注 那么另一方面呢 全球经济 目前也是出现了百年未见的两大阴云 我们说第一个阴云呢 或者是乌云 那么我们就讲各国经济内部出现啊 两个因素 第一个呢 是赚钱难 第二个是风险大 我们知道之前呢 十几年 二十几年 在美国也好 在澳洲也好 在中国也好 赚钱还是相对容易的 风险相对比较低 但是在目前状况啊 已经很难持续了 墨尔本呢 我们都是在生活在墨尔本 那么在City一条街上面啊 竟然同在一年两年的时间内啊 开了十几家奶茶店 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呢 就代表我们现在的生意不太好做 这么难做的生意呢 大家还要挤破头皮啊 去开奶茶店 同样的一个生意啊 所以说就证明其他的生意更难做 所以说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 央行也是预见了这样的一个现象 并且呢 不断的去放水刺激经济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央行继续放水 能不能让经济恢复 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是很难 央行放水印钞票啊 只能是增加贫富差距 这个是比较确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放水了 银行的钱多了 银行会把钱借给谁呢 借给资产充沛的人 这些人本来就是不缺钱的 或者是借给有大量固定资产的一些企业家 那么原来就比较缺少固定资产的人群呢 还是得不到贷款 所以说呢 放水并不能够很好的直接刺激经济 这是目前各个泛大国家非常严峻的一个困境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由经济而转发成政治 民粹主义崛起 甚至是国家的极左势力上台 那么发达国家呢 开始把本国的矛盾 转为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个矛盾 那么这个呢 就出现了全球的逆全球化 我们知道之前的二三十年呢 是全球合作共赢的一个状态 但是到了目前 这个好像有点被打破了 那么发达国家呢 也开始有了通胀 全球将会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合作的一个联盟格局 那么澳洲呢 我们相对好一点 因为政治大选已经落幕了 经济上呢 我们说知道了央行已经降息了 并且呢之后 新的政府会在三个领域里面刺激经济增长 首先呢 就是降税 那么降税之后呢 无非就是让大家都参与到 这个新的经济体系里面 都有钱 都有钱去花 有钱去做投资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 政府现在呢 政策支持基建建设 包括航空公司 或者是航空这些机场的一些基础建设的领域 那么降息呢 我们说可以好比做是一个兴奋剂 那么政府呢 现在加大了基建的支出 就好比是印钞机 那么减税呢 就是相当于是欢迎全澳洲人民一起参与进来 那么就好比是打了新闻剂的政府 再带领一群磕了药的澳洲人民 来走向未来的一个新的经济政策 那么基建会利好哪些方面呢 首先呢 是航空公司 对吧 另外呢 就是降税会带来澳洲最喜欢的旅游业的一个相对繁荣 那么旅游业代表了一些上市公司 我们都知道澳洲是有几家比较大的 比方说是Flight Center 那么航空类的 比方说是Quantus 那么这些公司的股票呢 可能在未来都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那么除此之外呢 澳洲股市也是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高 已经是涨到6500点以上 如果未来股市继续上涨的话 那么除了大盘指数或者是银行股 那么其他方面的 比方说澳洲有很多优质的上市的投资公司 那么这些公司本来的资金和业务都是在股市上 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成为他们的股东 买他们的股票 另外呢 如果经济繁荣的话 找工作的网站也有可能受到一些利好的刺激 所以说 比方说SEEK也是澳洲几大巨头之一 那么我们在6月23号的时候呢 在Glenweather有一次股票的 大概是差不多是300人400人左右规模的一个大型讲座 主要的内容是股票以及目前自由党的一些落地的政治的讲解 我们的时间呢 是下午的1点到4点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参加我们的股票讲座 谢谢大家